今天在上海开幕的亚信峰会 主要看点是亚信扩张和中俄军演 卡塔尔副首相艾哈·麦德 在亚信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 正式宣布卡塔尔加入亚信 卡塔尔副首相艾哈·麦德说 卡塔尔非常高兴能够加入亚信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和亚信其他国家对话与合作 他相信亚信在中国的领导下 能够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除了卡塔尔之外 孟加拉国也在上海正式加入亚信 使得亚信成员国将达到26个 亚信上海峰会今天做出的另一个大动作 是和上海合作组织签署了 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在签约仪式上 亚信秘书长执行主任 阿尔德米尔大使表示 两个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将扩大到其他领域 阿尔德米尔介绍说 上海合作组织与亚信的合作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话 亚信有26个成员国 涵盖了亚洲90%以上的人口 有关专家指出 上海组织和亚信的合作体现了中国的亚洲新安全观 并向外界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亚洲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个观点具有明显的去美国化的意味 中俄军演是这次亚信峰会的另一大看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凌晨4点 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抵达上海 参加亚信峰会 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普京还将与习近平一起出席中俄军演的开幕式 这次亚信峰会将如何诠释中国的所谓亚洲新安全观的内涵 中俄准同盟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和中国 最近通过高层互访建立的军事互信机制 值得关注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上海的报道